澳洲外交部長黃毅賢率領的小型訪問團 21號在北京的釣魚台國賓館 與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展開第六輪 中澳外交與戰略對話 黃毅賢是2019年以來首位訪問北京的 澳洲部長及官員 也是兩國自2018年以來 在北京的第一場正式會談 時間點就選在中澳建交50週年這一天 雙方會後發表的中澳外交與戰略 對話成果聯合聲明 重申一個穩定與建設性的中澳關係 對兩國對地區對世界的重要性 雙方同意中澳關係 應符合兩國的全面戰略夥伴 關心定位 在此基礎上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 管控分歧 雙方同意保持高層交往 就雙邊關係 緊貌問題 領事事務 氣候變化 防務 地區和國際問題 重啟溝通對話 黃毅賢晚間會後向國際記者表示 他與王毅討論了被中國拘捕的 澳及華人陳磊與楊恆均的處境 提出希望能讓兩人早日與家人團聚 澳洲會認為人權是很重要的 我們有一個主意的觀點 以及人權的觀點 這會有我們對新疆、疑伴和香港的觀點 這些是澳洲會繼續建立的規定 2017年起在人权国家安全 以及南海领土主权争议等问题的发酵下 中澳双变关系直线下滑 当时的中间偏右自由党的腾波尔政府 针对中国设立新的反间谍与外国干预法 并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中国电信龙头华为 涉足5G网路建设 打向西方国家的第一炮 2020年新冠病毒肆虐期间 莫里森政府则呼吁对病毒的源头 进行国际性的独立调查 引发北京强烈的不满 两年下来关闭所有部长级的通讯与会晤 同时对澳洲总价值200亿美元的出口商品 如红酒、大麦、红肉以及龙虾等 征收惩罚性关税 或非正式的进口禁令 今年五月政治路线中间偏左的安班尼斯领导了工党 赶紧赢的大选之后 中国总理李克强发布贺电 呼吁两国建立健康稳定的关系 紧接着六月 澳洲国防部长马勒斯与中国国防部长 魏凤和在新加坡的一个安全论坛会面 结束了自二零二零年初以来 两国部长级对话僵局 十一月爱白尼斯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在印尼巴厘岛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所进行的三十一分钟场边会谈 更是两国迈向稳定关系的重要一步 这趟北京之行之前 黄英贤与王毅今年分别在巴厘岛 纽约会晤了两次 黄英贤向王毅表示 澳洲换了政府 但国家利益与政策方向没有变 他以稳定关系而非重启这一词 就是为了避免让外界认为 澳洲的关键政策将会有所改变 另一方面澳洲政府加强与太平洋地区的接触 确保澳洲人在安全伙伴的名单之内 而非被日益活跃的中国所超越 与美国 英国以及日本深化国防联系就是其一 至于短短半年已经两度与威凤和会面 推展国防对话的马拉斯指出 保持共同管道将可降低误判的风险 公事新闻王毅文编译